中南街 好 我們來到這個中南街 它也是一個老街 那我們現在看到一間 看起來很有歷史的這個中藥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招牌 文昌堂 國藥號 而且還榮獲台北市政府優良中藥商 還有商業會的優良商號 看起來真的很厲害 那它之間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 台北市英文獻館的導安老師 吳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中藥店在我們一般的印象裡面 它可能是一個比較老的傳統行業 可能相對的保守 但是我們這個就我們所知道 這個文昌堂是不一樣的 他們除了在這個店面 為客人的需要做一些服務之外 他們還設有臉書粉絲頁 甚至還可以為你做快遞的 寄送藥材的服務 還有甚至連贈親券 你在這邊都可以使用 在整個這個中藍街 其實這條街我們以前叫做 鳳鴻街 人工材料都叫鳳鴻街 鳳鴻街 鳳鴻街這台這裡 它是一個跟人的節目一樣的 中藥店 如果有趣 我們現在來看看 哇 鳳鴻街 來 再給你拜訪 對 再給你拜訪 對 再給你拜訪 對 我已經開來 七十一年來開開業 對 對 就是這裡 以前就是 就是要做粉絲 這裡很老的 以前有 有 有 還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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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慢慢經營 慢慢經營 已經四十年了 好 這麼快 對啊 好 這就是 鳳鴻街 很純樸 值得發揚光大 能夠就是 變成老街 我們是 南港車站 是 前台灣省 最好的車站 對 聽說有二十八層 對 這樣好 就是 值得來 南港一律遊 這樣好 飛鴻街 洗洗 去中國迅路 洗洗 再去南港車站洗洗 再來 跟中南家家運 買一般藥材 養生藥材 保證藥材 就強生 增加抵抗力 免疫力 這樣好 對 鳳鴻街 以前 以前 不是在 撒頭髮車 對 以前很厲害 聽他們聽到一輩子說 這樣好 很繁榮 因為以前沒有中小東路 沒有研究院路 這裡都要 都要為這裡經過 對 對 跟四分 跟中華共產 都要為這裡經過 對 對啊 所以以前很老實 很老實 對啊 我們現在對這家家的建材 看來也知道 它開始有相當的歷史了 對 相當的歷史 這家家有很多米韓 對 米韓譬如說 我們知道他們沒有什麼西瓜 可以吃 如果有一個西瓜 都是用米來做 對 所以我知道 有一些東西 我們做小孩子還會放黏 對 它過二、二、三、五、四、五、十、六 柳飯、七、米香 這七人的米韓都沒有米做 都很好吃 對 所以你看我們這家家 這家家家 還有一些米韓譬如說 還在 有啊 還在 對 這個十幾年以前叫做鎌馬店 對 鎌馬店以前其實也是一個 以前沒有什麼 社交的機會 對 十幾年有時候 這裡鎌馬店也很辛苦 對啊 對 人情味 對 聊了天啊 買一買雜貨 對 那有那個 年輕人家 十五歲的女兒 走到鎌馬店家 雙人藝愛 稍微看一看 但是鎌馬店家 還比較保守 他就說啊 你很難看 你知道嗎 他就哭哭一對年輕人 他說 財政不理家頭笑 房間不理金頭笑 有緣度會來的 房間金頭笑的告一 做財王 家頭笑的告一 財政不理家頭笑 房間不理金頭笑 樓頭笑 人家愛笑 他們面子較久都會對 今天我們來看 下事情很難看 對 現在忙碌的 靠 這是孫安梨湯 裡面有黃麒 枸杞 還有紅棗 是什麼 就是 台大醫學博士 孫安梨 叫人家吃這個 都把它做成茶包 這個 這個就是廚師的 因為現在吃氣比較重 很重 剩皮比較重 對 比較不會肥胖 還有廚師 這樣喔 對 過得美容 這東西有材很多 對 這個枸杞茶 現在第一產品 很 看很多 看電視也多 我們的枸杞計畫茶 就是 就是幫助 顧眼睛不容易疲勞 有保護的作用 對 這樣喔 對 對 還有杜仲茶 現在人就是做辦公室 運動都會腰痠 對 我們就是做杜仲茶 給人家沖泡 方便 效果又很好 這樣喔 對 茶就是現在防疫茶 防疫喔 防疫就是 好多了 就是幫助人家就是 肺部 排毒 比較不會感染 好 還不增加我們肺部的抵抗力 這樣喔 這就是蔬兒茶 這就是 東洋森茶 東洋森有抗癌的作用 它現在人癌症很多 所以要抗癌 補去增加自己的抵抗力 就不會得 比較不容易得癌症 這樣喔 對 西洋森 西洋森就剛才我說 這個 現在空氣不好 好 這就是 就是污染 我們就用西洋森 保護去補 補我們的天器繩 正在洗耗力 中文字幕——YK